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 力求早日找出日王诞生于何方 月宗为了挽回面对日宗的颓势 黑冠模拟的首席大弟子韩月武 不惜自尽和情人月影机诀别 换取成为月王的机会光复月宗 本来一切都因毫无差错 但是朱元璋的闯入却取代了韩月武的重生 视角回到祭坛之上 朱元璋复活成为月王让众人大感惊奇 而此时明镜日宗却突然杀到 欲将这新生月王绞杀于强宝之中 黑冠模拟与众月宗弟子拼命互主 刘伯温发现在朱元璋的体内阴阳二气相交相争 并形成了帝王之相的紫气 在一旁的汉雷看见朱元璋竟人未死 随即出手偷袭 却不知朱元璋反手一掌 轰破了自身的霹雳金身 两进士也同时涌上 却连朱元璋的身也进不了 而在一旁相斗的白衣士尊和黑冠模拟却发现 原来朱元璋身兼日月双亡为一身 二人顿时放下仇恨 出手让朱元璋的阴阳二气得以调和宣泄 在一身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 祭坛摇摇欲坠 刘伯温健壮 立即施展飞星九转角风行变 带领朱元璋逃离 日月两宗也用咪道逃出避难 在月宗分坛正殿之前 日月两宗宗主首次放下分旗 决定抛下陈剑 共同巡回朱元璋 正在安排之际 却听得山谷之中传来教界之语 原来是另一大反元势力 白莲教来了 白莲教 源于佛教的白莲宗 曲解佛家经义 烧香祸众 威言天下将乱 而自身行踪诡异 教归凶残 被正教视为邪魔外道 白莲教的教主 韩山童自称弥勒将士 极少露面 武功底应 无从孤寂 明教与白莲教 为当世两大齐门异教 同样与元朝作对 双方非但未能合作 反而适成水火 教育歌声之中 一群白莲圣童 抬着大叫 踏风而来 一童子直指两宗主说道 至圣广德 智慧无上 神通无极 弥勒活佛坐下 圣天尊者法驾降临 明教痴迷凡夫 还不下跪迎接 这句话惹得黑罐魔尼哈哈打笑 言道来的不过只是一个副教主而已 圣天尊者 原名刘福通 拜入白莲教后 吕剑其功 声称自己前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歼灭明教 双方一阵恶斗之后 两宗主发现 刘福通以一敌二 竟能游刃有余 决定联手使出日月鼓照 原来明教的绝学分为烈日 世月两篇 相辅相成 前教主阴阳法王一身兼修 乾坤独揽 故能纵横天下 喊风敌手 而白义士尊和黑罐魔尼 分别得烈日 世月篇 独阳不长 孤阴不生 虽然位列高手行列 实力却未能到达顶峰 两人虽破例联手 却发现刘福通 竟然还能轻松卸掉 两人的攻势 而刘福通却透露 白莲教已经得到了 天降武林之中的万象珍藏 所以自己的修为才能大进 两人文言 决定不再保留实力 当即用起石城功力的日月广照 强行压下了刘福通 而刘福通终于也承受不了 这强恨功力 猴头一舔 心里懊悔自己过于拖大 此时却听见一声怒吼 刘福通 趁着本座闭关 你竟敢肆意妄为 轻开战端 你的实力跟野心不相秤 你终究只是个俗不可耐的庸人 黑怪模拟和白义士尊 见挑出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连伴侍女 却想不到这个侍女功力强横 只是轻松一招 便夺起二人兵器 一举破掉了僵持之事 而刘福通却是暗自吃惊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说道 门徒圣天 拜见教主大人 两宗主心中大害 难道这个侍女 就是白莲教的教主 寒山童吗 话分两头 刘伯温 经过一番折腾 就醒了朱元璋 却发现一众白莲教弟子 来者不善 领头的原来是白莲教的白莲天女 刘伯温却发现白莲天女 竟然有奋格韩威 母仪天下的面相 白莲天女一番寒暄之后 直邀刘伯温前往白莲教总坛 声称白莲教已经得到天相武林之一的万象珍藏 并表示教主寒山童 希望邀请刘伯温前去一同参详 并找出其他寺灵的下落 被刘伯温蜒言谢绝之后 白莲天女即强行出手 却发现众弟子并不是朱元璋的对手 原来朱元璋在重生之后 身兼阴阳二气 武功早已突飞猛进 在一旁暗中观察的月影机见状 也出手相助 朱元璋心中却安自嘀咕 从未见过的月影机 在自己心中竟然是如此的熟悉 在双方携手赶走白莲天女之后 却不想月影机之所以跟踪二人至此 全是因为朱元璋替代了韩乐武的重生 让自己与心爱之人再也无法团圆 从而跟踪二人想取朱元璋的性命 而朱元璋却如同似曾相识一般 一招便将月影机的刀挡下 并且叫出了韩乐武对月影机的爱称月影儿 月影机的脑袋一片空白 心想难道月王降生一世而发生的差错 令韩乐武和朱元璋合为一体了 意乱情迷之下 两人已然稳在了一起